我们平时看到的马路大多是由沥青铺成的 沥青是从石油里体验出来的 这种资源有限 而且会坚持造成环境问题 英国一间公司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他们用回收塑胶来铺路 不仅增加路面的耐用度 还会环保尽了一份力 几年前CEO Tobi在印度南部与一家慈善机构合作 帮助在垃圾前买厂工作的人收集可回收物品来出售 他们会将回收塑胶烧化 用来填补毛路上的坑坑洼洼 先将回收塑胶变成颗粒状 然后加入特别的化学药机 再用它们替代一部分沥青 用这种方法铺路 路面的强度和耐用度更胜沥青一筹 并不是所有的回收塑胶都能用来一步路 挑选材料时有一定的标准 因为制造沥青需要加热 所以使用塑胶也要在特定温度下融化 大多数塑胶都能满足这个要求 比如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黑色垃圾袋 塑胶道路看起来与普通的沥青道路差不多 但造价更便宜 强度高出60% 使用时间增加10倍 后期的道路回顾支出也大大减少 除了城市中的马路、停车场、高速公路、机场跑道等等 也可以用这种新材料来建造 塑胶进入大自然会影响生态 如果能够再次利用 那就太棒了 用这项技术铺设塑胶道路 不仅节省生本 还非常环保啊